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在排位日和大家见面的坚仔跟进码 我是波仔 经历了爆风球 又要取消赛马的时间 所以今集的坚仔跟进码都会有所浓缩 没有了新的跟进码 也没有了回顾英雄豪迈和顺势而非 究竟跑得如何 所以我们马上就会前瞻下来在星期日 苦力行袋赛 究竟波仔有没有哪一只跟进码会在这一天上阵 我们回到坚仔赛马入 在第五场时间 两批跟进码会上阵 如果算是添乐意和鸿运泰斗来算 我稍稍属于添乐意 上一次有几位朋友上来坚仔赛马班 当时去到第九场 添乐意放在次选中 专门时 天天得乐在文数据里面都挺硬的 整个4.6 紧紧顶一条Q 这只字架码的进度也很快 回复货后 看这一批马 虽然有三天游泳 但再看一点 上次排完后 全哥都把这一批马都不做得这么快 今次大致上在操练模式上没什么改变 最近跳这三货 去到弯前转脚等等 都非常利落 匹马是在状态或出脚力度上降比降好 今次虽然回到田草 但要记住 都是私家三跑道 排得太外 都要担心没有蚀位 虽然换了冬草 可能有一追 但似乎私家三多 排着五档的他会有点好处 五跑道也是主动 所以两匹跟着马 我会属于他 排的次座 排阻比较鲜 而另外 虹运泰斗 也是看潘顿的抢杂功夫 因为最近那个走 阿波有点凹头 不特别抢得快 跟着后面 吃过沙洲 他也有追 起码不算太抗拒 状态也不頑 台湾最近这两场 前一铺的一先生 架勢奇葩 DD 都是后上马 虽然帐盒 再出都输不输谷草 台湾前座0-200 都是后上马较好 他算是顶得入第三 还要黏着蓝 到尾场不是最好的路段 还有 上次应该主力旁六 他全程走外跌 赢完一只就走着铁蓝那只猎蜂 看今次换上潘顿的红运泰斗 有没有机会杀到 里面有些维港蚌楼、帐盒、利害料 可能会抵押他 所以 如果刚才说的几只 但放在前面要抢房 添落尔的位置应该会挺好跑 所以两只称离计 看这只全国的马匹有没有机会保重 接着 到第六场的时间 有几只跟进马 新鲜滚热辣的就是6号曼的安力宝 上一次就17倍 爆了半蓝碗 今次如果17倍 都应该没那么大只甲蜡 应该都不会那么懒 二门份子之一 没什么成为司徒妈堡 上一次在112 即11日之前 赢了那场马 虽然步出是快的 今早看上去 逍遥区可能会抢货 其余天爱飞天娃力星 众款少这些都应该是着意 跟前但未必会抢货 是要少少担心 不过幸好 安力宝今次的档位都不差 应该都可以守着一个极其量二叠的位置 因为司徒区是放的 一档那只 翡翠鲜不是很快脚的 很慢脚的 所以安力宝有机会是贴篮来跑的 看看C加三是否去到第六场 因为今次换了冬草都不压地 是否贴了篮而入到直楼而出中档 会比较最好 我觉得今次的对手 好像上一次赛后跟进 来来去都是那一堆 例如宽乐仲、翡翠六 庆高彩利巴基之友 其实他们都有一点尽尽的味道 新加进来的天外飞天 又或者司徒区的标志功能 他们都不算近期特别当裔的马匹 所以如果今季四岁大熟当起 国安力宝上线状态都不足之下赢 有机会可以乘势而上 我觉得都是机会马之一 看看能否构成第五和第六口的司徒马步 在第十场的时间 今季有两派跟进马 特别有问题 起旺区和12号马U格星 但中观看来这一组第十场 步速应该都会几万下 会踢一堆入直楼就斗爆那种 起旺区最近两次起步都不算特别快 上一次我觉得都没怎么跑错 因为你弯中不走 其实更加被动了 只不过输给一只更加好爆发力的包装指挥 今次这个七档就叫做适中 如果大慢集去到第九、第十位 由于司加三要扔出去有点担心 所以今次就不敢说 就是好像上次做这个标题 而另外可能有些变数就是这只的动日升 跟进它就在季初的时间 那组的010很多后上马 线路之星是跟前,但都已经赢了 后上的比如天天得落、穿楼贯驱 甚至快博、精准快车 这些都已经提升了名次入位了 因为它自己也是 因为说不定是自胜者强 上次半路踩上来的 究竟那段历仔他用了呢? 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它一点点借口 而今次的四档不一定留得太后 当然你说转了马房之后 几次都放后来跑 正在教一只马 但是上手马房在赫然的时间 它是可以主动一点点的 如果这一场马里 如果你说拖脚 你说是否要放星在那里 我觉得暂时看都是需要的 而另外赞步速的一对马 又是司徒 一只就是马路、二号 应该会放 甚至最眼光 二元生第二场之后的11档 如果他够积极的话 就是上季跑1600 雷神和红者超级6周 那场我慢而已 但是今次都是慢 都可以跟前的马性是可以的 看看这一队 就是罗虎传统出向的马匹 会否操控这一场的步出形势 暂时这几只马 2、6、10、12这几只马 可能在各个的核心范围里面 就可以先拿出来 好了 三只 应该习惯了口吻 今次 这个坚仔跟随马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直播尾声 再次多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这条短片 记得在下面手指中给个like 未知道 或者未用过我们 坚仔赛买APP 去跑马观众朋友们 可以免费再试一下 在下面资讯栏里面 会有个连结 按下去之后 就会带到你相对应 你自己的手机 或者平板电脑的平台下载 甚至乎 你用电脑跑马 一样有电脑版的 我们的坚仔 只要你是Windows 10 或以上就可以使用 第1、2场 所有功能都是免费使用的 去到第3场 为何只得了一点 就是 这个功能 我们就有分为日月年费 想知道更多的 这个厂程收费如何 可以自电 或是WhatsApp 5361016 这个电话去查询 希望今次天工做美 不要取消 也不要有天雨 计算饭 也都赛事会精彩很多 我们下次 坚仔跟着马 就会在星期一的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下星期一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晚中期待 大家等到颈多长的 第2期消费券 10月1号 终于都有得得了 坚仔这次除了接受 八达通消费券之外 还新增了支付宝 和WeChat Pay等等的收钱方式 为了响应第2期消费券的派发 我们的年费和商年费计划 有些东西送给大家 超值年费23800 商年费39800 两个计划 你们现在买的话 可以得到指定的电影门券 记住名额有限 先买先得 而现在只要购买商年费 还免费送你一堂 价值2500元的 坚仔赛买研杂班 优惠不是时时有的 加上我们的年费商年费 最便宜每个赛日只购买22元 有兴趣快点WhatsApp 或者打来5536 1016 和同事查询吧